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稻花香是咱东北的老品种大米了 放进电饭锅里这么一煮 不一会儿呢 就满屋子飘着米香 可是最近呢 本系华人县的米藏沟村 却有50万斤的稻花香水稻遇到了销售的难题 这么好的水稻为啥会卖不出去呢 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新农业新发展 那叫一个快 新政策弄不懂咋整啊 黑土地 那就帮忙 新农村新生活 那就一块美 有啥疙瘩解不开 咋办呢 黑土地 那就帮忙 新农人新产业 那叫一个顺 遇到烦恼找谁落 黑土地 那就帮忙 那就来了 那就帮忙我们来了 我是思雨 前不久啊 本系华人县的刘大哥 通过我们那就帮忙的热线找到了我们 说他家呢 有20万斤的水稻滞销了 想得到我们的帮助 那咱们已经通过那就帮忙的 赶大集这个信息供求平台帮他宣传了 现在思雨就来到了刘大哥所在的米仓沟村 我们来看看他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刘大哥 你好 你好 怎么样啊 我全卖出去了 20万斤全卖出去了 以前都是装的满满的 上面下面都是装的 玩 现在通过那么那个 赶大集那个 我都卖出去了 我看还剩点呢 剩点留着自己吃的 那你挺高兴的 啊 高兴 刘纯泉是米仓沟村的村民 他家种了200多亩水稻 今年收上来20多万斤 可是往年秋天来收粮的客商 却一个也没来 没办法他找到了我们那就帮忙 幸运的是立马就有人联系了他 把水稻全都收走了 可是热心的刘大哥说 村里啊 还有很多乡亲 跟他遇到了一样的难题 村里现在零零散散的算起来 还有30万斤水稻 你好 这个姓柳 也种的这个大碗箱二号 也是自销的 嗯 柳大哥 你好 你好 这就是您家这个水稻吗 对 我们种那个大碗箱二号 这咋回事啊 您过来给我介绍介绍呗 我们就是说中文想卖 到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来 一直搞的都没卖 就这么个情况 柳维柯家种了三亩地 共收了5000多斤水稻 重多少还剩多少 到现在啊 是一点都没卖出去 他说往年水稻下来 不到一个月就全都被收走了 但是今年收购商 不知缘由就不来了 不仅他家 今年村里所有的水稻都滞销了 往前来收 到时候在球铁 春天发种的球铁来收走 今年种子发的 球铁不来收 家要的大高 那就得等啊 没有什么办法啊 米桑沟村的村民 自古以来就靠种水稻为生 现在全村600多户村民 几乎家家都种 按常理来说 肥沃的黑土地 再加上浑浆的水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这里的水稻品质 应该是没得说啊 稻花香品质好 稻花香稻花香稻花香 你这样水稻 温到井的水稻都温到井 它地里一走就温出来了 这个米的种子发也像 好吃 稻花香这个品种 乡亲们已经种了十多年了 传统的做法是他们只管金星种水稻 秋后等着收购商来收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找市场 所以在遭遇今年的卖难之后 乡亲们也都慌了手脚 那传统的稻花香 就真的在市场上 没有竞争力了吗 我们联系到了 购买刘大哥家水稻的人 你都卖到哪儿去了呀 何总 全国都有吗 都在长沙 都在长沙 怎么样啊 销量 他们就是 那个米都很香 米都很香 消费者还比较认可是吗 对对对 咱这边就是息息不行呗 这不通过呢吗 那个黑土地 那个平台帮的卖了 发出去息息玩 人家给我打电话 过来给拉走 经历过这事 刘大哥也仔细琢磨了 之所以会遭遇滞销 是自己在销售时太被动了 不懂得宣传 导致了信息不对称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老子那些米不出现的情况下 你就自己下来瘦了 你那些米 你宣传力多大 自己就奔塌 你一宣传出去了 所以咱们不宣传 所以这米就给大家带销了 乡亲们口中的他们 指的就是近些年市场上新出现的水稻种植方式 比如说鸭田道 蟹田道 还有私人定制的等等 消费者对于这些新方式很感兴趣 新品种多了 自然会对老品种有一定的冲击 这一次的打击 也让乡亲们反思了自己的种植模式 就是老人和乡亲们过来 不允计的一个荷尔光品种 近年就是没人过来了 肯定不能坐家等了 那就得做宣传 出去找出路呗 看到乡亲们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是跟着一起着急 你说这么好的水稻品种 就是因为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 就全部都滞销了 不过也是 现在市场的竞争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水稻品种也非常的丰富 也非常多 再加上一些新品种 对它的一些冲击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所以说乡亲们 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是老观念了 我们现在呢 就应该转变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 不能再坐等着客商来收了 我们应该在保证 自己这个水稻品质的同时呢 把它给宣传出去 这样才能在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以前呢咱们常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可现如今 很多乡亲们也慢慢的 明白了一个道理 产品好很重要 会卖也很重要 好了 最近啊这天呢不算冷 但是冷热气流交替的比较频繁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 来看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谈天说地 我是杨佳 今天是农历的阿拉越 二十二五九的第一天 今天呢 咱们辽宁省全省是以多云为主 西南风三到四级 白天的最高气温 在暖湿气流的带动下 略有回升 在三到七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 在零下十二到零下三度之间 据全国农技中心组织的 全国质保体系和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 会商分析 预计2019年 全国玉米主要病虫害的发生 总体接近长年 那么我们东北玉米主产区的 主要病虫害呢 有玉米明 粘虫 地下害虫 双斑营业甲 大斑病 我省玉米连年种植 普遍推行的是 密植 免耕 还有接杆还田等措施 有利于玉米病虫源 累积以及发生危害 好的 接下来我们了解过了天气之后 再来看看乡亲们有什么问题 有一位乡亲提问说 他想选择一个粘玉米的品种 但是想要找到一个棒形漂亮 而且口感好的不容易 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个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技术人员 为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还真知道有一个 在生产上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那就是叫万诺2000 是由河北一家公司经过多年研制 预成的一个品种 当然这个品种呢 它是经过了15年南方区 16年北方区的一个大众实验 它呢在15年同年还取得了品种保护 说明它是一个经过南北同时进行实验 同时也经过了品种保护这么一关 说明它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品种 那这个品种的主要特点呢 它是一个白肘 粒比较白 而且它这个颜色呢 非常漂亮 猪形包括它的碎形也非常漂亮 饱满 栗子比较大 杭树比较小 所以显得这个玉米粒啊特别饱满 还有一个它这个皮啊特别薄 就是我说的皮薄 就是玉米这个粒的皮特别薄 口感特别好 它这个从化验角度来看呢 它是一个汁类淀粉含量特别高 所以北方人南方人都喜欢吃粘的 而且还带有一种甜味 所以它就非常适合 从商品性上来看 它是目前生产上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而且也经过多年的 评比实验和推广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品种 所以这个农民朋友们可以放心地去选购这个品种 农民朋友啊在选种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要有正规的包装 在包装上一定要有正规的审定品种的编号 国审的有国审的编号 要省里有省里的编号 现在基本都是国审 有的正规的企业它还有二维码 所以你为了证实这个品种是不是真的 你要扫下二维码来进行确认 看看编号可以上网去查 这个品种都是公开的 所以你只要选择大品牌 有正规手续的品种就有安全 大连地区的乡亲们呢 历来是种水果的比较多 种大田的比较少 2018年呢 赶上了高温干旱的特殊气候 种玉米的减产就更严重了 那今年呢很多人都长了个心眼 早早的就开始打听 啥样的玉米品种更好呢 大连的乡亲们买种子呢 有个习惯 就比方说玉米种嘛 大多数人啊 会选择在开春之后 快要种地了再买种子 但是最近 瓦房店的一家农资销售点里 进店问种子的人可不少 基本都是在年后吧 年后的二月末三月初的时候 因为在这边受气候影响吧 这几年吧连续的干旱吧 给老百姓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从太烈 那一个瓣结的好不好 一个瓣结 瓣结的瓣还行 就要从就毁瓣 大连地区大多以种植果树为主 每年收果子的时候呢 恰巧赶上收包米 一部分乡亲们选择放弃收地 年纪稍大的 是弄不了果园 还真就得靠着玉米地出钱 可去年一年的天气啊 都不砸给面子 连旱再高温 不少地块 遭了殃 马德文是北庙屯的玉米种植户 这两年选种子就像鸭宝似的 去年收完地 玉米减产一半 马大爷一下子就没了主心果 这才张罗街坊邻居 凑到一块研究来年买啥种子 这不偶遇了邻村的蓝丰鸣 听人家一闹啊 可给马大爷羡慕坏了 蓝丰鸣去年的收成 虽然比不过往年 但是跟别人家的一比呢 还是高出一大截 蓝大哥说收成好 多亏了军师王娟给选了个好品种 我们大连的乌双西在180天 正常的我们这品种选的这个品种吧 应该在130天以上的品种 最佳种植密度在2500到2800的种植密度 我们当地的土壤薄 杀土地就是漏肥漏水 不适合密质 因为在汉的情况下吧 西质品种相对比较能抗汉一点 红色这个2700这个品种特殊耐汉 然后那个子润饱满 Lusion 所以产量抗性都挺好的这个东西 大连这本基本上的土壤吧 农民打到1000斤吧 基本上就满足了 像做我们红色2700嘛 基本上都在1023左右 这是这抗汉的年头 汉灾年头 但是好地年头还能达到1400 瓦房电地区 种玉米的农户非常少 土地一家就一点 而且分散 土质还不好 所以做不到封产封收 根本就不行 做了20多年农资生意的王娟 对好种子有着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什么叫好种子 是米米地块就好种子 品种选对了 但是只能占到50%丰收 还有30%的肥力 10%的人文管理 10%的天气 才能构成100%的丰收 大连瓦房电地区的乡亲们注意了 王大姐说了 如果您不知道种子咋选 肥咋失 尽管找它问 保管提供最全面的咨询服务 我把种子给你选择好了 最近这包米价格 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 因为有人等着涨价呢 家里的包米啊还一直没卖 但是这等价就得有个前提了 那就是您家的包米呢 得质量好脱水快 为啥呀 因为质量不好 或者是包米水分太大 容易放不住啊 要是五了的话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啊 选个好品种就显得很关键了 今儿啊 若寒来到了大连市花园口经济区 这马上到年底了哈 大伙比较关心这个玉米价格问题 那这儿的乡亲们现在粮食卖没卖呢 价格咋样了 若寒打算进村去瞧一瞧 往年花园口经济区的玉米价格 虽然不是很理想 但产量呢还说得过去 去年上半年 辽宁全省干旱 大连地区也没逃过几十年不遇的高温天气 再加上大风 有些地区的玉米产量少到可怜 就是伤顺的 非常干 秋天在夏天下了一场大雨 刮了一场中风 所有的包米全倒腹了 你倒了以后产量就是没有了 基本上像这个当地这个辟级的达到一千的产量就很少很少 遇到倒腹和干旱 乡亲们实在是干着急使不上劲 别人是因为产量不高 想等等行人才不出手 而宋大爷呢 是因为今年自家包米涨势好 才一直判量涨价 宋大爷到底选了啥宝贝种子呢 连维三八八这个品种啊 它的炕倒跟它整个的直部分部也有关系 它磅上的静杆 它相对要细 磅上的静杆细 磅下的静杆呢 还节节奸出 这样呢 它根基稳 起到一个细风作用 再加上它猪高和碎位 长得合理 猪高呢 一般都在两米七左右 碎位呢 在一米左右 磅呢 中心都在下面 所以说它中和条件下 不管说从根系啊 它静杆呢 还有整个植物体分布 都证明它是一个 抗岛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现在啊 大连地区一等粮的这个价格呢 是在九毛钱左右 很多人啊 都想等在春节前后再卖 在这呢 中海也要提醒您 尽量啊 要选择一些脱水块 易储存的品种 而且等行人需谨慎 在合适的时机出手 才能有好效益 说完了玉米选种的事 咱们再到桃树大棚里看看 这几天呢 正是油桃大棚里 万朵桃花开的时候 铁岭市董凤军的大棚里呢 那就更热闹了 不但是桃花开满了棚 这桃树下的小菜的掌势 也十分喜人 老董说啊 这套种 那可不是乱种 里边的学问不少呢 寒冷的冬季 正是农闲的时候 可铁岭市清河区 张相镇 护廊屯村的董凤军 这个冬天 可比夏天还要忙 乍一看 它的大棚里种的是油桃树 可往下仔细一瞧 却发现桃树下边另有乾坤 满满灯灯的 种的都是反计小菜 这个吧 就是你要想勤奋点的话吧 你要套种的话 你就多得收入 有的它就不种 你要是多种的话吧 我觉得那就是 卖一块 卖一块是一块 它是属于多得的 董凤军说 冬季种啥都要与时间赛跑 强早上市 才能卖上好价钱 所以在油桃的品种选择上 需要格外留心 这个吧 原先是老品种 选这品种吧 比较就是它的枣树 它的口感也行 它都是黄羊草 上市时间早 是不是 这个上市早 照那个老品种 那个 早那样得二十天 甚至一个月 它就看那个天气 天气好的话 我就能少一点 董凤军说 生长周期不同 桃树下面种什么样的小菜 也是大有讲究的 你看这都粒粒粒的 但除了这个菜 咱还种什么菜呢 除了这个菜 这里它有种藤蚝 和那个水萝卜 记者注意到 董凤军选择套种的小菜 都长不高 在地里也没发现 敌罐设施 如果给桃树浇水的时候 采用大水慢罐的方式 会不会对小菜的生长 产生影响呢 董凤军说 这些他早就想到了 所以才选择这三样菜来种 董凤君说 当初选择在桃树下面 套种这些小菜 正是因为他们对温度的需求都一样 北方的冬天扣大棚 白天因为有阳光 所以不需要担心 最主要的就是保证夜温 夜间的话 你觉得储存好的的话 能保证十度八度的 比如说上到要是零上 零下二十多度 这里也能保证七八度八九度 你现在天上哪 能保证十多多度 那咱那棚 我看能保证夜温吗 咱那棚上面铺结杆啥的 看着也不保暖的 现在都是这个 这也算属于废品的用 就是这个墙就是 它是白天除了温度 晚上放关 像这个结杆的话 也是 它这个温度就像属于炕似的 这白天烧热了 晚上就放 靠它 大棚里偶尔会有一两只蜜蜂飞过 它们都是用来给桃树兽粉的 董凤君说 这样兽粉是为了方便套种 董凤君说 当初选择套种 只是为了多得一份收益 可真实践起来 他才发现 这里面大有学问 最主要的是打好时间差 才能让油桃和小菜 互不影响的同时 还能卖个好价钱 可以说 现在咱们的生活 越来越便利了 大冬天的 就算是快过年了 也不用提前准备 太多的青菜 一般都是现吃现买 可过去不行 过去咱们东北人在冬天里 想吃点青菜 那可太难了 咋办呢 想难住咱们 那可没那么容易 想当年有一些个特色菜 到现在一提 还觉得特别有味道 那今儿就给大家伙来捣鼓捣鼓 看看这些特色菜 是不是您得意的那口 小时候在东北 家家都买冬储大白菜 一烟哪就是一大缸 能吃上一整个冬天 经过三十天发酵后 白菜呢 获得重生 用力拧掉酸菜中的酸水 使得酸菜口感更加脆嫩 炖排骨 炖血肠 炖白肉 东北人对酸菜的喜爱 可谓是达到了极致 一大锅热乎乎的酸菜 解馋又暖胃 一剔酸菜馅的饺子 更是成为了很多人家 年夜饭的主角 白菜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腌制辣白菜 咱都没人能就这一盘辣白菜 吃下一大碗饭呢 盘锦的二创村 就以制作辣白菜著称 把大白菜对半切开 每层白菜上撒上粗盐 再撒上磨得极细的辣椒面 加上几勺白糖 这辣爽保证让您口水直流 白菜与辣椒的完美融合 一口咬下去 仿佛都能听见阿里郎的歌声 在耳边响起 能腌制保存的还有它 雪里红 小时候我们每年秋天 必不可少的 就是买上几十斤的雪里红 然后放在坛子里腌制 留到冬天吃 雪里红炖肉 雪里红炒肉 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菜吃起来清新爽口 除了腌制 想在冬天吃的蔬菜 还有一种办法 把它风干 夏季吃不完的新鲜豆角 用开水焯一下 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这样冬天就可以吃到 好吃的干豆角了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大冰箱 东北的主妇们 又研究出一种吃法 将鲜豆角焯水后 直接冷冻保存 冬天拿出了一顿 还是那个味儿 能晾晒保存的还有它 您要是以为这是面条 那您可看错了 这是葫芦条 把葫芦切成丝 一条一条地挂起来晒干 最有名的吃法呢 就是葫芦条炖鸡 您瞧这热气腾腾的 口感软绵绵 可吃起来呢 却很有嚼劲 是不是会让您口水直流呢 这干菜里呀 不仅仅这些 还有萝卜干呢 不仅能炒着吃 还能拌着吃 当成咸菜吃 您把这萝卜干 放水里泡上一两个小时 拧干 倒上点酱油 爱吃辣的 再放点辣椒油拌一拌 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 在冬天的早上 吃的那叫一个舒坦 这几天 咱们的新春年味大吉 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会一直持续到2月3号 这两天呢 大吉上还有我们黑土地的 非专业艺术团 特别准备的文艺节目 还没去的朋友呢 赶紧抓紧吧 买点年货 没准还能抽中个大奖呢 地点呢 就是在咱们沈阳青年大街的家兆夜商场和锦州的天兴佳乐会购物广场 欢迎大家伙来赶集 那咱们聊那位是黑土地 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 马上过年了 可能很多朋友呢 都想吃点新鲜的 啥新鲜呀 野味呗 野鸡野鸭大雁什么的 可是现在呢 国家禁止捕猎野生动物啊 北镇的李文杰呢 就觉得这是个机会 市场上缺口很大 所以啊 他呢 不种菜 改行 养真琴了 那咱这就到他的真琴园里去瞧瞧 那里都有些啥 一到李文杰的真琴园 就看到五六栋大棚 而他养的真琴 也就在这几栋大棚里 与别的大棚不同的是 李文杰这大棚里 只能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了 而把大棚弄成这样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们 别看野鸡长着好看的羽毛 但是玩土 羊沙子可是他们的最爱 不过李文杰说 他们可不止是玩手那么简单 那个都是那个小鸡的浴池 它就是咱农民老百姓说 打仆了 洗澡 用土洗澡吗 对 土是热的 它都用干土去洗澡 它第一个撒面身上的寄层层 第二个它铝顺鱼毛 毛管很亮 就是现在这个野鸡 警惕性特别高 你这野鸡一进来 它都撒进来 野鸡要折磨来一看 全是 它都洗澡 一热天尤其天一热 一只洗两只洗 支支都洗 怪不得这大棚总是尘土飞扬 不过野鸡好像天生 就喜欢土 你看它们下的蛋 小小的 颜色远远看去 就跟稍微大的土块 没啥区别 你看一不小心 咱们的摄像小哥就踩碎两个 现在咱这里野鸡蛋嘛 每天就在一个里头下 大约有二三十个吧 它的产弹率 因为咱高温窖子 所以高温棚 它的温度够 所以说产弹率非常好 刚才这个小哥们我踩坏了 用着地的烂下 老百姓说的就是拿着袋 李文杰养殖真勤 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 不过在他手底下长大的野鸡 各个都很精神 看这只野鸡的羽毛 多漂亮 别看李文杰现在把野鸡摸得透透的 可他以前只是搞蔬菜种植的 现在的这些大棚 就是就地改装 这一进一动的转变 还让他吃过大亏 养了一千多只 但是由于刚开始 那是不懂技术 一下子就是死了三百多只 然后一点一点摸透 他脾气了就好了 慢慢观察的 这小鸡啊 就是体咱家鸡抗病 抗的很多 基本上很好养 温度的湿度的 都比较比咱家的小鸡子 就是单劲 老百姓说单劲 李文杰这可不是光阳野鸡 他养的品种可多着呢 每一栋大棚里都不一样 12个品种 一共有鸳鸯 孔雀 黑天鹅 还有鸿鸡鸡 这个孔雀是蓝孔雀 国家大力提倡的养的 这个蓝孔雀 一共有40来只 现在农家院四万元非常多 现在呢农家院四万元多 你说咋样招揽顾客 就把这个孔雀往院里一松 小孩到时候孔雀开平时 小孩跟那个孔雀造成仙 买头这个 李文杰在当地很有名气 以前种植蔬菜的时候 大伙就愿意跟着他一块干 现在他转行搞养殖 大伙也经常来看看 问问市场行情 孔雀现在就是 咱面还有危险 往后不快得往后发展 快得发展 现在那边有大孔雀 孔雀留 咱都得留 下蛋以后 因为最低的超过 越大 越好卖 原来我就是扣鹏 三十来年 就是那个玩蔬菜 结果呢 这几年蔬菜价格 也不算太理想 所以说为了给老百姓 父老乡亲 趟一条新肉 我就买了十二个品种 最后将来 都剩两三个 看哪一个就是好卖 看到这些活目乱跳的真情 大伙觉得特别新鲜 围着李文杰问来问去的 咱们养殖这个东西 最关心的大伙 就是这个养殖难度 是好咬不咬呢 这个我告诉你 防疫是必须的 虽然说咱咱 这是比如说 市展也算是驯化来的 但是防疫还得做到到位 新防疫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贵 真要得上瘟疫 你真整不了 感觉眼前一亮 这个东西 手来说是个稀有的东西 对未来的前景 感觉能看到希望了 给李文杰的真情元分下类 一类是适合吃的 一类是适合观赏的 按照现在的销售情况来看 还是野鸡大雁最走窍 李文杰的儿媳妇王旭 就是最好的销售员 没事追着真情拍视频 做直播 最近这销量也是蹭蹭的涨 每天反正都在卖 都有鸡蛋下的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多少 200多只吧 咱这个鸡蛋是30枚 70元一盒 鸡是公鸡是180一对 一对 母鸡现在咱是繁殖 母鸡基本不卖 通过网络直播 完了之后朋友圈 现在反正卖的不错 黑中江上海都有来客户 对咱发定单 转行三年 李文杰有过失败 不过现在看来 已经是小有成就了 今年他又成立了合作社 我竭尽全力地 为大伙做点事 给大伙汤条新的致富路 到了年根底下 李文杰的真情 也越来越走翘了 而他的真情养殖致富路 也是越走越宽 其实这两年 像李文杰一样 搞特种养殖的人 可为数不少 尤其是在咱们辽宁 养殖条件和环境都不错 但是养殖真情 也不是说养就养的 还是有不少说道的 接下来 咱就给您分析分析 这养殖真情 咱都需要注意点啥 真情就是珍惜罕见的鸟类 区别于一般普通的家禽 是国家明令禁止捕杀 予以保护的动物品种 不过一些真情办理合法手续后 就可以养殖了 真情养殖说到不少 乡亲们千万别看市场挺好 就急着下手 小心碰到雷区 就比如说 什么真情可以养 什么不可以养 您知道吗 按照国家保护动物的级别来说 二级和三级保护动物 通过办理相关手续 就可以人工饲养 可一级的就不可以 举个例子 孔雀有蓝孔雀和绿孔雀之分 绿孔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是不可以养殖的 蓝孔雀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就可以饲养 自古以来 人们对于真情野味就情有独钟 以前可以打链 但一些珍惜野味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品尝得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真情野味的市场需求量更大了 这不 在某网购商城 输入真情野味 就可以检索出很多店铺 看销量还都不错 野鸡的价钱是100元左右一对 大雁的价格在200元左右一只 孔雀呢 就要看大小了 一只孔雀橱能卖到150元左右 而成年大孔雀 就能卖到两三千元一只了 别看真情的市场行情不错 但养殖户需要跑的证件却不少 国家三级保护动物 例如野鸡 就要办理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训养繁殖许可证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 还需要由省级人民政府 林业部门下发的野生动物训养许可证 同时还要办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 才能养殖 您看看这真情养殖说到挺多 咱们还是得多下点功夫 花点心思研究一下才行 接下来呢 跟大伙说一个小伙王威 辞掉了在城市里的工作 回到农村家乡 开始搞起了野鸡养殖 天天呢是对着这个鸡弹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块来看 他辞去了城市里面的体面工作 回村对鸡弹琴 弹养殖咱想养 就养点心疾 咱那边养那个小笨鸡啊 小乌鸡啥的太多了 失败了 面对亲人的不解 他依然选择坚持 为了养好野鸡 他不走寻常路 给野鸡戴眼镜 找伙鸡当管家 看王威为啥对鸡弹琴 正在给野鸡喂食的 这个小伙叫王威 几年前他放弃了 城市里面体面的工作 回村来养野鸡 野鸡平时的性格就是好斗 可是王威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来治他们 音乐声一响起 野鸡立马就变得温顺起来 王威说这种方式有点像行为艺术 效果却相当不错 我家属于离道边比较近 平时老过车了 代表就是谁家放鞭炮啥的 有点事情啥的 放鞭炮 然后这个野鸡 他一听到突然间 一听到什么动静 他就劈了啪啦的乱飞 乱飞乱创的 创到那个铁架子上 创到那个木头杆上 炸龙呗 对容易创死 再一个头皮也创破了 他感染 然后再一个对毛啥的都不好 王威刚回老家准备养鸡的时候 直接就选了野鸡这个品种 一般的养殖品种 他觉得没有市场 因为吧 干养殖咱想养 就养点新奇的东西嘛 咱这边养的那个小笨筋啊 小乌筋啥 它太多了 然后市场都是 它也不值钱 也中不着啥钱 我养这个吧 就是这些马的 咱们平时见都见不到 野鸡也分好几种 王威选的是最特别的一种 这个啊 这个是那个孔雀兰山鸡 这是特殊的品种 从南方引进的 它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野鸡 这个野鸡它那个肉质啊 就是跟咱普通的野鸡 那个相比 它那个更嫩 然后那个营养价值更高 因为它的肉吧都发黑 有点像咱家那个 笨筋跟小乌筋的那种性质 创业初期的王威自信满满 因为平时他就爱琢磨 还自己动手做了个孵化器 可就在王威自认为一切都会顺风顺水的时候 现实却给了他一巴掌 打得真是啪啪响啊 这个孵化器啊 它那个是我最刚开始啊 就是祥祥野鸡那种 然后就做了 然后呢 你看着啊 这个现在已经就是装它那的 这个吧就是一个木头板 里边这是保温板 然后我哎呀 我这买了不少胶啊 给它都粘到一起 费老大劲了 我做了能有一个多月 然后这块原先是电脑板 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创业初期的王威不但把野鸡孵化的事给搞砸了 院子里散养的野鸡也同时出现了问题 那相当上火了 咋的呢 哎呀 那个刚开始咬的那块 不是那个第一批不是种蛋来的吗 鸡蛋啊 我辛辛苦苦的 出来了 然后刚刚放出来不到那个几天 它鸡就死了一大半 然后那个鸡本上全给刀死了 让王威没想到的是 野鸡平时野性很强 相互之间特别容易打架 经常打的是你死我活 面对困难 王威又想起了回想养鸡的初衷 他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还是有些理想化了 咋说呢 就是不太喜欢成本那种高节奏的生活吧 天天没压力太大 回到家挺好的 挺清准的 回家并没有让王威感到轻松 养鸡第一年赔了不少钱不说 亲戚朋友也没有人看好他 都说他在瞎折腾 家里人也劝他早点放弃 因为他是属于是野生的 咱家就不适合 我就不想要他 抱挺大的风险 因为小家人所以不趁啥 所以那我还没结婚呢 啥也没有呢 我说你说家里宰一个三万五万的 都不够干啥的 你现在的人你说你娶个媳妇多费劲 你把钱都给我获不了 你怎么办呢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 王威表面上看上去 还是没啥变化 每天都去观察这些好斗的野鸡 过几天 他又买回来几只火鸡 野鸡都没养明白 他怎么又去琢磨养火鸡了呢 家里人更不理解了 你看咱们这个火鸡挺有意思的 我给你演示一下 我看这火鸡挺逗的 他说你还挺有事的 他这个 他就这个习相 咱是模仿那个母火鸡的叫声吹哨 然后你吹一下试试你看 哇 哎呀是哦 这大声就听着了 啊 他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野鸡群里 这个养火鸡呢 这咋想的呢 啊 这个吧 要不然也得放孔雀 因为啥呢 啊 他火鸡一个体型比较大 工业机也差了 另外呢 他一开瓶的这里边 他他就是来回这么一早 这帮工业机都没人敢打架了 对 主要是为了防止他那个炸营啊 或者打架呀 为了防止野鸡打架 王威不但请火鸡来当大哥维持秩序 还专门给野鸡配了眼镜 这是咋回事呢 咱那个工业机啊 你要是不给他戴眼镜也不行 他那个 没有眼镜的时候吧 他刀架 他丑珍珠的 想刀谁 想救哪根毛 救得老准 给他戴上眼镜 他再奔 再奔别的鸡去 比如说他想奔脑子去 他一下子一刀就刀偏了 他就刀不着了 他九十九只吧 他习惯了 他就不刀了 通过这些奇思妙想 王威逐渐找到了门道 杨野鸡挣了钱 他还给孵化剂升了鸡 这下成活率也上来了 你看看 这种孵化剂啊 你看 这个市面上的很少有的 这种 它这个弹架是两个独立的弹架 然后呢 风机这里边你没看见有大风扇吧 是不是 咱们风扇在这里 看 这里就是风扇是吧 这是一套那个独立的风道了 从上边啊 他那个从上边进的是凉风 然后通过他加热以后 从下边通过水盘 连加时再加热就一起全过去了 他这么一循环吧 就是每一个角落的温度都是一样的 他就是误差非常小 就是0.1度左右 所以他那个 现在用他敷的话 我再也不用瞅那个 那个孵化效果 孵化的效果了 这个呢 就是算小婴儿的那个摇篮吧 对我看这还有窗 能够透过这窗观察到他们 是不是 对 这个可以观察到他们 然后咱们的这个全是全制动的 那个空温 还有就是说的空温啊 排风啊 还有换气啊 都是全制动的 基本上就是人管的话 就需要添料 我这个水都是制动的 也不用管 这一全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对对 全是这边琢磨 那就一点点的 一点点总结经验吧 从最笨的方法 如今 养野鸡这条路越走越宽 家人也转变了想法 开始支持王威这份养鸡事业 现在王威眼睛 结婚了 结婚了 许习生子了 也有孩子了 那你心里也打烟呢 挺高兴 挺满意 继续还得支持我孩子 该怎么养 还是怎么养 王威说 这些年与野鸡打交道 不但让他爱上了这份事业 也让他喜欢上了乡村生活 回归农村 让他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 对鸡弹琴 王威乐在其中 刚才咱们节目里就说了 咱黑土地的新春年味大吉 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有两个分会场 一个是在沈阳青年大街的佳兆业商场 还有一个呢 是在锦州天兴的佳乐会购物广场 这两天啊 咱大吉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年货 还有咱们非专业艺术团的精彩表演 那演织人员可都是咱们黑土地的记者 摄像主持人 节目呢 好不好看 咱们一块到大吉上去瞧一瞧 您啊 我们大吉的现场啊 乌养乌养的全是人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年外大吉呢 不光是给大伙带来了 四十多种的特色农产品 我们黑土地栏目组啊 还成立了一个五指连心艺术团 来给大伙啊 送欢乐 当然了 胖鸭呢 也是艺术团的成员 那我的那些小伙伴们 在后台准备咋样啊 跟我走 赶紧赞个 今年是年外大吉啊 我们想能够把我们族里的人 栏目族里的所有记者来 编导 摄像啊 一起带给大家一起欢乐 一起玩 一起开心 非常好 头一次看到这种节目就是 主持人还有记者 跟我们现场互动 场面非常热闹 我觉得特别亲民 走到我们老百姓的身边 然后那个节目挺新颖的 以后这样的活动 最好经常搞一搞 见过主持人和记者 上台表演节目的吗 没见过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开心 刚才 刚才 李师妹介绍了 说的 非常的贵 五块钱一枚 五块钱 五元 对我们这个产品呢 在生产研发的扩扩大品呢 我们的成者非常高 我们的小吃人呢 喝到老师 什么乡物 活性之际 我来 三十 是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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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三十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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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奖品有 红杀大雁 韩顾兮 三十年 全部都是 这些不是你的 怎么样 太大了 都是了 我没有想到 这你们中一个中级大人 我们没想到 我们那个 两海 逛大集 几年了 黑土地 五指人心艺术团 给您送欢乐 黑土地 蓝牧组 给您 拜年了 有观众朋友就说了 绿孔雀 是不是可以养殖啊 我想养一只 不知道好不好养活 刚才咱们片子里 就说了 您记住了 绿孔雀 是不可以养殖的 蓝孔雀 才可以养殖 养孔雀呢 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得记住一点 别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